哪一個角度對他來講是最適當的 我如果要推倒他的話 我如果要推倒他 我要採取什麼方向的力量 來隨便才可以 有沒有懂 你們去試啊 你要推 我們先講你要推倒他 請問你會採取哪一個角度 哪一個方向 推倒一倒 一根手 手指頭 你如果一根手指頭推倒他 出哪裡 下面算了 你試試看 他覺得是從下面 還有呢 你從下面還是要有什麼方向性 是不是這樣子 還有呢 還有呢 試試看 有沒有懂 有很多地方你要看他的 所以你看到一個東西 你要去看他的支撐的那個線 他的結構的線 最有力的在哪邊 當然他是最有力的 最有力的是這樣 那這樣的還有分喔 你要坐這種椅子 你坐到這個地方來 你就會 你比較容易倒 你坐到這邊來 坐到這邊就比較猛 就是三足椅 三隻腳的椅子 你要坐在哪個地方 比較安 比較安 安 這個 這個你要小 小 你決定中間 啊 不是他三足嘛 你是三足 三隻腳要怎麼擺 跟你坐下去的那個力 力量 你坐下去的力量要怎麼配合 好 前面的支撐 後面的支撐 左右的支撐 支支撐 好 我們自己擺一個架子 也是一樣的 他這邊這一大坨就是 你擺一個架子 你如果臀部 往後面拉 就是你的重心 你的重心就往後移 剛才他推從這邊推 因為這個重度 以這個結構來講 這個重度這邊太寬了 而且他這個後面就沒有支撐 對 那坐的話應該要坐在這個道路上 這兩邊有支撐後面有支撐的話 在這邊 好 好 好了 換我 再 再次等一下